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7KPL春季赛 常规赛的比赛直播现场 飘飘飘 我是貂蝉之内 那要恭喜到QG Happy 终于是获得了12连胜了 站到旁边的就是刺痛 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QG Happy的射手Hurt 那么Hurt你们也是获得了12连胜吗 那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你们的目标是多少连胜吗 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拿冠军 但是先要进到GEO赛再说 哇 这个刺痛给了我们一个 非常踏实的回复 先要回到 进到季后赛 接着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到冠军 那确实今天这个刺痛拿出了 第一手后翼加上第二手 这个马可波罗都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第一场的这个后翼 每一个大都非常的准 那其实我记得上周 上上周的时候应该是 这个MC黑大帅拿出的这个后翼 是15发 12中 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你的这个大是怎么练得这么准的吗 后翼的大招都是凭感觉和地图上的一些习惯 和小技巧去设到这个大 命中力就会更高一点 其实还是要凭习惯 要多练 对吗 那你觉得你和MC黑大帅的后翼 谁更准 在MC打的那一局后翼 我看回方也看了 他的大招的确比我准一点 这里就有点认怂了 觉得MC黑大帅的后翼更准一点 那我们即将这个55开黑节的活动就要开始了嘛 那你觉得是韩叶教练带领的这个专业舞黑队会赢 还是格米尼教练带领的专差黑电队会赢 但在此之前还要说一句 虽然是格米尼带领了专差黑电队 但是你们的飞牛是在专业舞黑队哦 这个很难说 我倒希望我们的教练格米尼的队能赢 还是希望教练的队可以赢是吗 那请格米尼接受这一口毒奶吧 也是感谢赫尔的接受我的采访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